访台的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再度重申 认为美方现有的一中政策已经没有用 更认为要重新评估战略模糊 19日他出席外交部记者会进一步阐述 认为40年前的政策现在不适用 更痛批北京刻意的模糊手法 2019年8月陆军中校退伍曾是军火商雷神顶级说客的艾斯培 成为川普任内的国防部长 隔年11月川普落选后 即刻透过推特宣布解职艾斯培 这回他以华府智库学者身份访台 记者会上多次强调台湾要增加国防运算 购买不对称战力武器增加兵役时程以及后备战力 更认为这直接影响共军核实攻台 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众计长裴洛西8月访台 裴洛西原定4月要来但应确诊取消 如果顺利来台也将会是时隔25年 由美国众议长来访 不过外交部随即澄清 没接获相关讯息 台美互动各界持续紧盯 TVBS新闻推送群刘廷提应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